为了钱,我同时给三个男人的白月光当替身,他们看不上我,又放不下我这张脸。 后来白月光回国,我被弃之如草履,结果白月光给了他们一人一个大逼斗,冷冷到,什么东西,也配让我妹妹当替身。 第三,为了钱,我给三个有钱有势的男人当了见不得光的小情人,但他们看不上我是偏远山村出身,又舍不得我的脸,于是每次如痴如醉地看着,又很快露出嫌恶的神情,不碰我。 再怎么像,也不过东施笑贫,我不在乎,我需要钱。 所幸,他们每周只见我一次,一三五安排好,他们也不知道彼此的存在,而我只要扮作一个精致的养娃娃,承受他们爱慕或者厌恶的神情和言语。 每个月,他们每个人都会打五万到我的卡上,三个人就是十五万每月。 我知道这点钱对他们来说,可能还不够几分钟挥霍,但在他们眼里,我一个初中都没毕业的人,兴许就值这点。 我需要钱,但一个初中文凭的女孩,来到大城市能做什么呢?来钱这么快的工作,我还计较什么尊严? 我们到此为止吧,她回来了。 顾怀准冷淡地看着我,眼神里尽是疏离。 她是个富二代,跑车豪宅样样不缺,上面有个有本事的哥哥,是个光靠公司分红,这辈子也花不完的有钱公子哥。 此时,我正穿着红色长裙坐在她的车里,这是她最爱的颜色。 但这会儿,她刻薄说,以后不要再穿红色了,长得在想,你也不是她。 这是今天第三个和我撇清关系的人了。 他们口中的那个白月光回来了,我这个上不得台面的艳品,该消失了。 我睁着自己那双无害的眼睛看着她,努力让自己挤出一滴眼泪,怀准,那我以后怎么办? 她最讨厌这种娇滴滴的女人。 果不其然,她冷声警告我,不许用她的脸这样喊我的名字,你不配。 我在心里骂她有病,但她接着说,我再给你十万,以后在我面前消失。 我依旧哭得梨花落雨。 她彻底没耐心,将我赶下车去。 跑车开走,我无助站在路边,下一秒,手机显示卡里到账十五万,我笑得嘴角都要裂了。 一年了,我终于攒够了两百万,可以开始自己的新生活了。 被他们甩了之后,我换了手机卡,换了微信,将他们送的包包首饰卖了换钱,租了个小房子,准备自考大学。 不成想,有天出门兼职服务员,刚好和他们三个撞上了。 我看见他们三个时,现场其实还有几个他们那个圈子的朋友。 顾怀准站了起来,先是难以置信,随后大概觉得我是阴魂不散,语气厌恶,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的。 结果几乎同时,沈慎也开口了,简思月,你怎么在这? 这还没完,赵真荣也脱口而出,你怎么找来这里的? 一说完,大家都愣住了。 他们不知道,他们这一年来找的替身,都是我。 我知道他们认识,也知道他们这个圈子的人都知道,他们背后找了替身。 像顾怀准偶尔在我面前接电话,那边的富二代笑问,准哥,你不会认真了吧? 那时候顾怀准玩味看着我,吊耳郎当,怎么可能,玩玩而已。 一瞬间,几个人的脸色变得难看起来,大概是没想到我同时给几个老板打工吧。 那些猪朋狗友,偷偷给我竖起大拇指。 我觉得不妙,他们不会要我退钱吧? 就在这时候,不知道谁说了一句温舒染来了。 我下意识回头,眼帘中出现了他们一直心心念念的白月光。 来人穿了一袭红裙,黑色系高跟,身上带着昂贵的饰品,一头长发大波浪,红唇惊艳。 我愣住了,没想到这世上还有人和自己长得这么像,也没想到,原来顶着这张脸,还能美成这样。 身边三个男人显然慌了,争先恐后解释着, 冉冉,你听我解释,我和这个女人没什么关系。 冉冉姐,我不认识这个女人。 阿冉,我真的不认识她,这个女人怎么能和你相提并论? 然而,他们口中的白月光先是将目光落在我身上,错愕片刻,随后眼神变得惊喜。 听到他们话后,漂亮的眸子冷了一下, 只见她猛然走近,忽然抬手,给了他们一个一个大逼斗。 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就听见白月光冷声道, 你们算什么垃圾,也敢将我温舒染的妹妹当作替身。 这回我也愣住了。 我愣住不是没有原因的,众目睽睽之下, 这个叫温舒染的年轻女人握住我的手, 说我极有可能是她的双胞胎妹妹。 这怎么可能? 冉冉,你们温家不是只有你一个独生女吗? 顾怀准下意识开口, 在场所有人几乎都是这样想的。 温家从来没听说过还有另外一个女儿, 就算是有, 也不可能是像我这样为了钱可以牺牲尊严的人。 我虽然在给别人当替身, 但对温舒染还是有所耳闻的。 她是温家独女, 将是房地产大户的女儿, 当之无愧的富二代, 也是众人眼中的千金大小姐。 即便他们看见我长了一张如此相似的脸, 也从来没有怀疑过我和温家有什么关系。 因为我和温舒染确实是截然不同的人。 她漂亮, 落落大方, 众星捧月, 将是众多年轻才俊都将她视为梦中情人。 而我, 除了一张脸, 什么也没有。 温舒染对着提出疑问的所有人翻了个白眼, 这是我们家的家事, 二十多年前还登报找过人, 你们不知道就不知道, 不代表我家没有第二个女儿吧? 她强硬地拉着我去做了DNA检测, 检测结果还没出来的时候, 温舒染捏着我的手, 手心里都是汗。 我想开口提醒一句, 但温舒染自己反应过来了。 她提出带我去吃点东西, 期间一直盯着我的脸看, 我不明白盯着一张这样相似的脸有什么好看的。 但事实上, 我也盯着她看。 我明白, 如果温家真有一个 曾经丢了的双胞胎女儿, 那确实很有可能是我。 温舒染带我去的是私人医院, 走的还是VIP流程。 她要求当日拿到检测结果, 等吃完这顿饭, 结果差不多也出来了。 私立医院的医生将检测报告交到温舒染手上时, 我看到她的手有些颤抖。 直到用最快的速度看完手中的检测报告, 她忽然哭了, 抱住了身边的我。 姐姐终于找到你了。 她眼睛红红的, 也同样漂亮。 我张口想说句什么, 但眼泪比划更先落下。 我从来没想过, 自己还有家人。 我和温舒染是同卵双胞胎, 我们真的很像, 但因为天差地别的成长环境, 我们之间也有不少区别。 温舒染将我带回了温家的大别墅, 从一开始抱着我哭个不停到现在骂骂咧咧。 他们三个是什么牌子的傻X, 你跟我长这么像, 他们居然没一个觉得你跟温家有关系。 气死老娘了, 怪不得这几个人家不把家产交给他们, 傻X肃定发不了财。 但凡有个人给老娘说你和我长得这么像, 都不至于让你被那三个傻X羞辱了一年。 温舒染说他在国外有听说别人找了他的替身, 但当时见过我的人不多, 故怀准他们三个不知道是什么毛病, 从来没将我介绍过给他们的猪棚狗友。 但见过我的人还是有的, 只是不多。 温舒染说他没想过他们找的替身是同一个, 还这么像他。 他心疼我的同时, 还说绝对不会放过那三个傻X。 我试探性开口, 温舒染, 然后被打断, 喊姐姐。 他说, 就算支大五分钟, 也是姐姐。 姐姐, 我没吃亏, 我收钱了的, 结果温舒染听说他们每个人每个月只给我五万块, 再次气炸了。 那三个傻X到底在羞辱谁呢? 老娘饶不了他们。 姐姐说, 那三个傻羞辱了我们姐妹俩。 她用恋爱的目光看着我, 妹妹, 咱家有钱, 以后随便花。 这世间最为动听的一句话, 是在我经历过那些苦难之后, 由我的姐姐亲口告诉我。 并且很快实现, 温舒染带着我去改了姓, 将我和他变成同一个户口上的人, 然后带着我给父母上香, 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们。 改姓的时候, 他其实问了我要不要保留, 他说能找回我已经是上天的眷顾, 我爱姓什么就姓什么。 我想了想, 还是改了姓。 妈妈念了你很多年, 自从你丢了之后, 他就只能常年吃安眠药入睡, 但他后来脑子里长了一个肿瘤, 就不回来了。 爸爸在妈妈去世后, 没多久出了车祸, 临终前将遗产进行分割, 虽然我们一直没有找到你, 但爸妈的遗产分割成两份, 如果在我去世之前还没找到你, 或者你出了意外不在世上了, 你的那份会捐给慈善机构, 用于帮助寻找被拐的孩子以及他们的家人。 温舒染给我说了一些家里的事, 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家, 但我也只剩下一个亲人了。 我搬进了温家别墅的二楼, 姐姐的房间就在另一端, 同时她还给了我一张额度一千万的卡, 姐姐说我还小, 身上不能带太多零花钱。 我看着和我同龄的她 以及手中冰冷的卡, 陷入沉默。 曾经的我为了几百块钱去打各种零工, 遇上顾怀准他们三个人傻钱多的有钱公子哥, 才逐渐摆脱困境。 现在, 我被温舒染带回家, 成了拥有千万零花钱的千金小姐。 此刻, 我心里就一句话, 姐, 你是我唯一的姐。 姐姐比臭男人大方得多了。 像我这样在物质匮乏的环境中长大的人, 一旦有钱, 报复性消费是很正常的事情。 就连我自己也是这样打算的。 我要将从前那些只能看不能买的东西都拿下。 但现实没有给我这个机会。 搬进别墅的第二天, 一大早我打个哈欠走下楼, 就看见我那穿着西装裙的姐姐正坐在客厅等我, 身边是一群类似贵姐装扮的人。 男男女女都有。 我愣住了。 这一年, 我接触顾怀准几个人, 他们高兴了就送我点首饰包包甚至衣服。 但那些东西大部分最后的归宿都是二手平台。 但这并不妨碍我了解这些奢侈品牌。 楼下站着好几个奢侈品牌的工作人员, 而我的姐姐正坐在沙发上细细品着咖啡。 看到我的时候, 她挑了一下眉, 对他们说, 你们今天的服务对象来了。 于是我看着几个像是奢侈品牌经理或者贵姐贵哥的人, 冲我露出了恰到好处的笑。 温小姐, 很荣幸能够为您服务。 还没反应过来, 他们便领着我来到一排排的衣服包包以及首饰面前。 有休闲装, 也有华丽的晚礼服, 共同点是漂亮里透着让人高攀不起的昂贵价格。 他们非常专业地量了我的三维, 再进行推荐。 温小姐, 这是我们品牌最新一季的所有服饰, 您看看有没有喜欢的。 温小姐, 您的气质很适合这件紫色的长裙, 要不要去试一下呢? 温小姐, 这是我们品牌全球限量两支的鳄鱼皮包包。 我逐渐迷失在一声声夸奖中, 不知不觉中手上就多了不少东西。 但他们送上门来的东西实在太多, 我到底没有丧心病狂, 只挑了一部分。 等我觉得差不多了的时候, 便对温舒染道, 姐姐, 够了。 温舒染站了起来, 目光落在我挑的那些衣服上, 然后干脆利落又指了几件衣服, 这件, 那件, 还有红色那件也留下来。 接着说, 月月, 你还小, 要多挑几种类型的衣服才能找到自己喜欢的。 每一次听见她说, 我还小的时候, 我都忍不住有些沉默。 明明我们是双胞胎, 但她确实是那种被好好养着的那种附加千金, 明媚大方, 难怪那些男人将她视为白月光。 我收到了很多新衣服新鞋子, 昂贵的首饰包包, 以及那些拍卖会才能买到的珠宝。 这还不够, 温舒染抽时间带我去逛街, 喜欢看我身上是穿衣服, 满意就点头结账。 我多想告诉她, 她的妹妹叫温思月, 不叫奇迹月月。 我甚至分不清楚, 应该报复性消费的人是谁。 温舒染似乎迫切将我这些年都没享受到的待遇都不及我, 包括物质方面的和亲情方面的。 晚上, 我下楼倒杯水的功夫, 回来看见穿着黑色睡衣的温舒染, 抱着枕头出现在我房间门口。 她躲步走了一会儿, 想敲我的房门, 但还是没敲下去。 朦胧的光线下, 一头大波浪的温舒染身上是知性的温柔。 我往前走着, 温舒染终于发现我, 在触及我的目光后露出了一个尴尬的笑。 月月, 姐姐今晚想和你一起睡可以吗? 那张脸明明和我一样, 除了我是长发, 她是卷发, 但她说出的请求, 我却很难说出拒绝的话来, 大概是因为血脉中流淌着一样的血。 我其实觉得温舒染很亲切, 从第一眼见到的时候就这样认为。 于是温舒染躺到了我的床上, 和我盖同一张被子。 她凑了过来, 身上带着一股幽香。 月月, 姐姐小时候就想过有朝一日将你找回来, 我们像其他姐妹一样躺在同一张床上聊天睡觉, 现在终于成为现实了。 她翻了个身, 抱住我, 那股幽香更加明显。 姐姐香香, 姐姐贴贴, 我有什么错, 我只是想和姐姐贴贴。 一连几日, 我和温舒染都睡在一张床上, 我们了解着彼此的过往。 当她听到我以前的经历时, 没忍住哽咽了。 她说, 我受了很多苦, 就连吃饭的时候, 也恨不得让家里的厨师天天给我补。 就半个月时间, 我整整吃胖了三斤。 三斤, 对一个妙龄女子来说是多大的伤害。 然后, 我含泪又干了一碗大米饭。 饭饭能有什么错, 她只是长得太诱人了。 当温舒染听说我的学历后, 立刻就联系了各科辅导老师。 哪怕我现在已经二十二岁了, 她也要求我必须参加高考提升学历。 或者是让我好好学学外语, 她安排我出国留学。 我选择了前者。 我虽然只是初中学历, 但高中也是念了两年的, 只不过从前在偏远地区的高中上学, 教学水平一般, 我学得不好。 温舒染将我的户籍和学籍转到了到僵士, 这时候我才意识到她在外还有另外一层身份。 别人喊她温总。 虽然学籍安排进去了, 但私底下我还是在家里学习。 她给我请每一科的辅导老师, 保证一对一高校辅导。 我有点感动, 但又不太敢感动。 就这样, 我从一个给别人当白月光替身的老女, 一跃成为房地产大户家的千金。 没多久, 又成了为考大学而悬梁刺骨的大龄高中生。 我姐是懂安排的。 她真的, 我哭死。 成为温思月两个月后, 温舒染和我商量着举办一场宴会, 给我办的欢迎宴会。 她会在宴会上向所有人宣布我的身份, 庆祝我回家。 我其实不太喜欢这个圈子里的人和风气, 但是我明白, 从改姓那一天起, 我就注定成为这个圈子的人。 宴会确实举办起来了, 我获得了假期, 短暂逃离知识海洋。 一大早姐姐请来的造型师 就带着几套高定晚礼服来到家里, 我就像是一个布娃娃一般被他们打扮着。 温舒染说她的妹妹要成为宴会上最夺目的存在, 于是造型师给我挑了一件海蓝色的渐变鱼尾裙, 上面还有bling bling的闪片, 我穿上的时候刚刚好。 心灵手巧的造型师给我编织了一个公主头, 再带上姐姐花大价钱为我买来的那些独一无二的珠宝。 看着镜子里被精心打扮的自己, 我有些说不出的陌生。 漂亮是漂亮的, 但姐姐说我眼底还带着点清澈的愚蠢, 容易被人欺负。 她对我的稀罕, 好像只短暂停留了一下下。 我的姐姐嫌弃我了。 婴, 温淑染说我没接触过这个圈子里面的人, 容易被欺负, 再三嘱咐, 有人嘲笑我没见识, 或者拿我以前给人家当过替身来说事, 就找她。 她说我22岁, 正常应该是刚刚大学毕业的年纪, 找家长不丢人。 我, 丢不丢人, 自己知道。 这一晚温家的别墅门前, 不知道开来了多少辆豪车, 有头有脸的人, 纷纷上门来祝贺。 我看着我与我同岁的姐姐, 就这样在人群中谈笑风生, 耀眼又夺目。 当宴会的重点来临, 我的姐姐, 一身黑色贴身长裙的温舒染, 牵着我的手缓缓走下来。 我看见众人惊艳或者惊奇的目光落在 我和姐姐的脸上。 我们站在一起, 一看就是姐妹, 无庸置疑。 没有人对我是温氏千金的身份存疑, 但那些目光里面, 显然有些是知道我在被温舒染带回家之前都做过些什么。 他们等着看戏呢。 我并不心虚, 当初我凭本事赚的钱, 现在也是凭本事投的胎。 只是我没想到的是, 一个宴会, 顾怀准, 沈慎, 赵真荣三个人都来了, 而且不约儿童找上了我。 首先是顾怀准, 她将我拉到了角落, 目光落在我脸上, 眼神中闪过一丝说不出的愧疚。 岳岳, 对不起, 我不知道你会是冉冉的妹妹, 当初是我对不起你。 我吓得往后一退, 顾怀准作为圈里有名的富二代, 哪里有过这样低声下气的时候? 我说, 不怪你, 我们也不是什么恋人关系, 老板和打工人的关系而已, 以前就晚晚泪清, 现在还想来。 老娘有钱了? 谁管你? 她莫地抬眼, 用受伤的眼神看我, 是不是还在怪我以前那样对你? 我诚实回答, 怎么会, 我还要感谢你, 若不是你们, 我怎么会这么快就被姐姐找回来? 虽然我姐在家骂你们是傻X, 顾怀准伸手来拉我, 眼里是我从未见过的深情。 月月, 我错了, 回到我身边吧。 我? 你很冒昧? 顾二少这会儿在演什么深情人? 他身后忽然走出一道奇长的身影, 目光却是落在我身上。 赵真荣, 你来插什么嘴? 顾怀准看见他时, 露出了警惕的目光。 我看着又一位前老板陷入了沉默。 该不会, 还有吧? 果然怕什么来什么, 我余光瞥见那边又走来了一个人。 是沈慎。 不管怎么说, 我确实一个人打了三份工, 服务了三个老板。 这会儿虽然不心虚, 但确实不想见他们三个。 月月, 我们私下谈谈怎么样? 沈慎说, 她是这三个人里面脾气最好的那个, 职业是个医生, 也比另外两个年纪大些。 从前她约我出去吃饭的时候, 目光总是紧紧盯着我的脸, 但很多时候, 她对我冷若冰霜。 我知道她名门出身, 虽然当了医生, 但家里每年的分红不少。 宴会上, 我算是半个主角, 他们三个这样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无疑是将众人的注意力引了过来。 我讨厌众目睽睽下, 被人当戏子看, 然后远远地, 我看见我那穿着七八厘米高跟鞋的姐姐, 气势昂然地走了过来。 我看见她眼里闪烁着战斗的光辉。 然而就在这时, 门外忽然跑进来了三个格格不入的人, 一进来就引起了众人的注意。 原因无她, 因为这三个人身上的穿戴的与这个宴会格格不入。 在一群光鲜亮丽的上层人士里, 这三个人就像是走错了片场的群众演员, 穿着明显是假货的名牌衣服和鞋。 年纪比较大的男女看上去是一对夫妻, 年轻点, 但是肥头猪耳的男人是他们的儿子。 几个人脸上的肤色有黑, 皮肤也粗糙得很, 长相精明又是快, 不像是在僵尸长久生活的人。 而我的目光在触及到他们脸上时, 浑身的血液仿佛都凝固了。 明明是盛夏的夜晚, 我却觉得自己如同身在冰窖当中。 那个中年女人一进来, 就用大嗓门喊着, 思悦, 我的女儿, 你们将我女儿藏哪了? 身后的两个男人, 老得摆出凶神恶煞的模样, 配合着老婆, 见思悦是我们辛辛苦苦养大的女儿, 赶紧将她交出来。 那个年轻的男人, 则是用他那双被肥肉挤得几乎看不见的咪咪眼, 扫尸着在场穿着奢侈礼服的年轻姑娘, 贼眉鼠眼, 目光中透着说不出的猥琐。 已经有人窃窃私语, 这几个是什么人呢? 他们是怎么进来的? 保安呢? 简思悦? 温家那个二千金是不是就叫这个名? 我僵硬着身子, 耳边一阵轰鸣, 甚至已经无心去理会旁边三个男人都说了什么话, 直到我看见原本正朝我走过来的温书冉, 在那三个人冲进来时, 我停住脚步看过去, 又突然被那个中年妇女拽住了手臂。 简思悦你这个死丫头, 这么几年不回家, 原来是棒上好人家了, 穿得这么好, 是不是忘了是谁将你养大的? 身后的年轻人, 眯着眼睛, 盯着温书冉上下打量。 妈, 我就说这小贱人在外面过得好吧, 不知道怎么住上这么大的房子的, 指不定是将自己给卖了。 简思悦回头看着母子俩, 醋眉, 她是个聪明人, 单单是这几句话就能想到很多东西。 她没说自己是谁, 只是冷声道, 放手。 中年妇女对着温书冉没有客气的意思, 反而拽着她向周围的人哭诉, 大家平平礼, 我含辛如苦将女儿养大, 结果她和家里吵架, 自己跑出来好几年不回去。 这几年我们一直在找她, 现在我和她爸身体都不好了, 只想着带她回家, 她是怎么对我们的。 那女人越演越上头, 指着温书冉道, 她出来几年, 不知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自己倒是光鲜亮丽。 我和她爸辛辛苦苦将人养大, 结果却养这样的白眼狼来。 说着, 她身后的男人上前来, 抬手就想给温书冉一巴掌。 我瞳孔缩了一下, 身体已经不受控制冲了出去。 温书冉其实不会被打的, 从当初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给了顾怀准三人一人一个巴掌时, 我就看出来, 她跆拳道骑马黑带。 后来家里放着的关于温书冉 从小到大的比武奖牌, 也印证了这一点。 我将温大成的手挡了回去, 冷眼看着他们一家子。 温大成是我的养父, 姑且算是吧。 旁边的陈英是我养母。 肥头大耳的是温正旭, 我曾经名义上的哥哥。 只不过他是哥哥, 我是奴婢。 我很早就知道自己不是温大成夫妇的孩子, 不是靠什么检测, 而是我根本就不像是简家的孩子, 身上没有一点与他们相似的地方。 简家夫妇大半辈子住在偏远的山村, 干的是农活, 偶尔进城打工。 因为被他们养着, 我从小也是有黑的, 和温书冉时照片里面白白嫩嫩的模样不同。 索性这一家子没有给我拍照的意识, 他们拿自己的手机, 孜孜不倦给简正旭拍了很多照片。 我念小学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不打算藏着掖着了, 直接说我是捡来的。 我有记忆以来, 就是被陈英使唤着干各种家务和农活, 干不好或者惹了他们谁不痛快, 我得到的后果便是非打即骂。 陈英骂我, 这点小事都做不好, 以后怎么指望你伺候好我儿子, 再伺候好这一大家子。 是的, 他们的打算是想让我做简正旭的童养席, 让我读书不过是想着我以后会认字, 能教好他们的孙子而已。 他们只打算让我念完初中, 但我不信邪, 天天要走出一条路来, 于是我从那个偏远山村的初中, 考上了再远些的镇上的高中。 考上高中的时候, 我才十五岁, 未成年。 陈英打算让人带我出去打工, 不让我继续读下去。 初三毕业的那个暑假, 是我最无助的时候。 陈英日日地咒骂, 还有简大成和简正旭逐渐变得恶心起来的目光, 都成了我的噩梦。 我想跑出去, 但是未成年, 又是初中毕业, 到哪里能找到工作? 我知道求陈英没用, 那时候学校还没有普及十二年义务教育, 这一家子怎么可能为我出这个钱? 于是我跑去给别人当家教, 申请了学校的贫困补助。 我用家教和贫困补助的钱交了学费, 剩下的给了他们, 我得让他们知道, 我读书能赚更多的钱。 最穷的时候, 我一天只吃一顿饭, 我没办法, 我可以饿, 但我不能不读书, 我不能放任在那个家腐朽下去, 最终成为一个麻木的牺牲品。 高一那年, 班主任私下找到我, 说有大企业往学校捐了一笔钱, 他帮我申请了, 并且嘱咐我, 这笔钱不要交给家里了。 班主任也姓简, 他也是村子走出去的大学生。 或许听说过我的事, 他为我申请了一笔生活费, 他说读书这条路太重要了, 让我一定要坚持下去, 可我还是没能坚持下去。 高三那年的一个周末, 简大成夫妻让我回家, 我试图拒绝, 却被他们拿读书来威胁。 我回去了, 却差点出不来, 他们原本是将我当简正序的同养习养大的, 等着我念完高中, 就让我嫁给简正序。 但村里有个老光棍, 愿意花十几万彩礼钱娶我。 然后他们将我骗回去, 关在阁楼里, 逼我嫁给一个快四十岁的跛脚男人。 当时我还没成年, 高考梦就这样结束了。 在他们订好的结婚日子的前几天, 白天, 陈英拿着到手的十几万现金到银行存钱, 简大成不放心跟着一起去了。 简正序推开了阁楼的门, 一边抽出腰间的皮带, 一边笑咪咪走过来, 小贱人, 你是老子的同养习, 老子还没碰过, 怎么能便宜了那个老家伙? 我惊恐往后退, 他的体格壮得多。 慌乱中, 我抓到了一把木椅, 砰的一声, 用力砸向简正序。 我逃了出去, 手里紧紧拽着自己的身份证和仅剩的现金。 耳边是呼啸的风声, 我不要命了跑, 风是自由的味道。 我就是这样, 一无所有跑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 没有什么比留在那个家更恐怖。 回忆就到这里, 后来我为了活着, 干过了太多的事, 不管是端盘子, 还是清洁工, 我都干过。 所以, 顾怀准三人找上我的时候, 我只觉得天上掉馅饼。 怎么有两个简丝月? 陈英脱口而出, 就连他身后的两个男人也愣了一下。 结果众目睽睽之下, 温舒染, 我那位看起来端庄大方的姐姐, 反手一用力, 直接扇了简大成一巴掌。 你打我? 你个小贱人! 简大成气急败坏, 想伸手打温舒染, 然后被他一拳回敬过去。 温舒染穿着晚礼服, 行动不太方便, 但动作胜在力所干净。 他抬脚的时候, 裙摆的开叉差不多提到腿根, 露出了黑色的安全裤, 但这些对温舒染的帅气 没有造成影响。 陈英认出了我, 我右手虎口处 有道不太明显的烫伤疤, 是七岁那年被灶台烫的。 这才是简丝月那个小贱人。 他高声喊道, 看着温舒染在打他男人, 也跟着急了, 喊上自己的儿子要动手打我。 这种场面, 其实会很难看, 我不像温舒染有那样漂亮的身手, 但也早就不是会被这一家人 拿捏住的人了。 我怎么会让他 再像以前那样打我? 只是正当我要还手的时候, 一道高大的身影 出现在我身后, 一把就抓住简正序那只 往我身上挥尸手, 随后没有任何顾忌般 将人一脚踹了出去。 简正序正如他长得那样, 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 虽然在家总是对他妈高声吆喝, 但其实出门惹事了 哪次不是喊妈? 陈英一看宝贝儿子被打, 立马尖叫着 扑过去看简正序。 儿子, 你怎么样? 我转身看身后的男人, 很高, 身姿修长, 长了一张好看的脸, 气质儒雅, 身上有着淡淡的男士香水味。 他扶了我一把, 温生问道, 没事吧。 旁边捡大成那个 只知道酗酒的男人, 根本不是温舒染的对手, 他抬着高跟鞋踹了他一脚。 保安差不多这时候才出现, 时间来得刚刚好, 老板收拾完人了, 陈英见状立刻哭喊着道, 你们有钱人怎么还打人, 拐走我女儿就算了, 还打人, 我要报警。 温舒染撩了一下头发, 嘴角微扬, 报警。 温舒染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一般, 随后眸中冷意见深, 看到我们的脸了吗? 陈英这才恍如初醒, 看了眼温初染, 又看看我, 终于意识到, 我哪里是傍上什么有钱人。 我是回家了。 温舒染缓缓道, 我还没来得及去找你们, 结果你们自己送上门来了, 真有意思。 陈英脸上终于浮现了心虚之意, 她似乎想起了什么, 但很快镇定下来。 你是简思月的亲姐妹? 那正好, 我当年是在垃圾桶旁边捡到她的, 养她这么多年, 你们家看着不差钱, 给个一百万感谢费是应该的吧。 温舒染又是冷笑一声, 她报警了。 我愣在原地, 其实陈英这个人并不是很难看懂, 她不是什么好人, 但我从来没想过, 我的身世其实还有一种可能。 温舒染报警了, 说明她知道点什么。 陈英一看报警就急了, 你报警做什么? 既然是误会, 我们说开就好了。 温舒染懒得再看他们一眼, 转身面对众多看了一场热闹的宾客, 让大家看笑话了, 我们有点家事需要处理, 宴会先到这里结束了。 温家在江市还是有些地位的, 他能将人请来, 自然也能体面将人送走。 宴会上的侍者和保安将宾客送了出去, 我看见他们脸上的八卦神色, 显然还想留下来。 简家一家子想走, 被保安扣了下来。 差不多宾客们刚走光的时候, 警车来了, 但刚才出手帮我的男人留了下来, 我听见他对着姐姐喊了一声舒染, 甚至抬手摸他的脑袋。 我很快知道他的身份, 他是姐姐的未婚夫, 巧合的是, 也是沈慎的小叔, 沈夜, 温书冉以拐卖儿童罪 以及私闯民宅的罪名将简家人送了进去。 我这才知道, 原来从我回来之后, 温书冉就开始从我之前的经历 入手查简家了。 当年我和温书冉出生那一天, 可以查到简家夫妇的刑迹就在江市。 陈英当时就在江市当保姆, 简大成在打零工。 我们出生那年, 江市医院的监控普及率还不像现在这样, 就算是有, 也存在着不少监控死角。 我们姐妹出生当天, 医院里同时接待了不少产妇。 有个产妇大出血来到医院, 冰花马乱了很久, 最后孩子和母亲都没有保住, 产妇家属的哭喊声响彻那一层楼。 我们的妈妈是早产, 同样惊险, 从检查到出生, 他们都知道是两个孩子, 结果当晚, 我们父母去看孩子时, 我丢了。 之后便是各种追责和找孩子。 温淑然说, 当年这件事闹得很大, 但监控录像里, 只能拍到一个模糊的背影, 在婴儿房走过, 怀里像抱着什么东西。 是个女人, 穿着花色衬衫, 脑袋上蒙着橙色头巾, 浑身蒙得严严实实, 左手腕上有一只金色的镯子。 监控录像被温家保留到现在, 我看着录像上的画面, 瞳孔一缩。 那条橙色的头巾我认识, 我小时候, 经常能看到陈英和村里的妇人吹嘘着 这是什么奢侈牌子的头巾。 陈英当然是买不起的, 只不过她从前在别人家里当保姆, 手脚不干净, 顺过不少东西。 还有金镯子, 陈英确实有一个, 只是她很少带, 说真金容易惹贼惦记。 我不敢相信, 我二十余年的苦难, 竟然是因为这样来的。 陈英在审讯中承认了一切, 她说她根本不知道我是哪家的孩子, 原本就想将我偷去卖了。 她找好了卖家, 但因为我是早产, 离开保温箱没多久就迅速虚弱下去。 他们找到了买家, 但是人家看我要死不活的, 不敢要我。 简大成原本是想将我给埋了的, 但临近深夜, 我发出了虚弱的哭声, 陈英一惊, 便将我带回去喂了点东西。 之后他们还是想将我卖出去, 但来和他们联系的一个中间人被抓了, 简大成夫妇才歇了这个心思, 反而提心吊胆, 生怕别人将他们供出来。 后来好几年, 一直没有警察上门, 他们便放心了, 我已经记事, 他们说, 我是他们儿子的童养媳。 温书冉恨恨恨地看着简家三个人, 在看到我, 联想到我这些年的遭遇, 她抱住了我。 月月别怕, 姐姐不会放过他们的。 她说, 我不知为什么, 她明明与我同岁, 一样的年纪, 究竟是经历了多少, 才能变得像现在这样, 做事干脆利落。 身上根本看不出 半点二十二岁小姑娘的怯懦。 我知道, 我不在的这些年, 她一个人承担了很多, 父母相继去世的打击, 温室的家业, 都是她要面对的。 那一晚, 是沈叶送我们回去的。 她是个性格很和善的人, 也是沈氏的人。 姐姐说他们是合作关系, 但也是未婚夫妻。 我想了想, 沈慎当初让我当温书冉的替身, 四舍五入, 她觊觎自己的沈慎, 怪乱的。 只不过, 这对叔侄的关系并不好。 沈叶是沈家的私生子, 沈慎亲奶奶去世后被老头子接回来的。 而沈家名义上的继承人, 应该是沈慎的亲大哥。 我不懂这些乱七八糟的关系, 但是温书冉说, 我的当务之急是好好学习, 争取明年高考考上大学。 她说我考不上就得学好英语, 考雅斯托福什么的, 她送我出去留学。 我短暂地参与了一下自己作为豪门千金的悲惨回首, 姐姐就将我扔去学习, 她自己去战斗。 不过那天之后, 沈叶出现在我们家的频率高了起来。 沈叶对我倒是很好, 每次来手上还会带点外面的小糕点或者奶茶, 关心我的课业, 甚至还主动关心我回家之后的情绪。 只是大多数时候, 温书冉都不在家, 她太忙了, 整个温氏如今逐渐放到她的手上, 不知多少股东看着她的一举一动, 就连扶持她的书板也在暗地里观察她这个继承人到底合不合格。 相比之下, 沈叶这个被人忌惮着的私生子倒是闲很多, 她自己倒是不在乎这点事一样, 大大方方和我说她只是个领着工资的闲人。 还主动和我提起沈圣。 舒染跑去和老头子告状了, 沈圣被她爷爷罚在祠堂里跪了半天。 沈家那位老爷子虽然疼爱沈叶这个小儿子, 但这番教训沈圣却完全是看温书冉的面子。 温书冉继承了我们父母的所有股份, 是当之无愧的温氏掌权人。 和沈家也有合作, 未来说不定还会和他们家联姻。 她是个人物。 沈叶说温书冉不仅跑了沈家, 顾家和赵家也没落下。 顾怀准被扣了卡和车, 顺便被扔出僵尸历练去了。 赵真荣最惨, 赵老爷子听说他花钱在外面玩女人, 还惹到一对姐妹身上去, 还是温家的姐妹, 当场抽出自己的拐杖, 打了这个不孝子孙一顿。 这些温书冉都没和我说。 倒是上次的晚宴后, 我加了一些人的联系方式, 因为简家大闹的这一次, 他们对我这个刚刚被找回来没多久的温家二千斤又了解了不少。 我知道的, 有人在背后嘲笑我是没见识没学历的乡巴佬, 也有人拿我和温书冉做对比, 说一个天一个地, 甚至还有人说我这样的货色, 顶多以后联姻。 那些想得到温书冉却没机会的男人, 会愿意娶我。 就像是我之前那三个老板一样, 沈夜倒是和那些人不同, 他一开始只是来温家的别墅看我, 后面温书冉有事要出差半个月。 沈夜约我出去玩, 她是一个合格的陪玩, 带我去逛了江市的游乐园, 陪我坐过山车和旋转木马, 甚至像红小孩似的给我买了玩偶气球。 我有时候会忘记她是我姐姐的未婚夫。 在餐厅用餐的时候, 经理将我认成了温书冉, 她亲自送来红酒为我们服务。 祝沈先生和温小姐用餐愉快。 沈夜似乎知道经理在想什么, 她笑了一声, 这位是温家的二小姐, 温思月。 经理脸上浮现惊讶的神色, 但到底是见过大场面的人, 冲我微笑示意后离去。 以前喝过酒吗? 沈夜问, 不会喝的话就不要喝了。 我冲她笑了笑, 而后将杯中的红酒喝了一口。 这顿饭结束之后, 我红着脸颊被沈夜扶了上了车, 眸光也跟着迷离起来。 不会喝就不要逞强。 她调侃我道, 我站不稳, 车一晃, 扑到了她怀里。 沈夜将我扶起来, 之后我们心照不宣般保持沉默。 下车前, 我趁着醉意问了她一个问题, 你是喜欢我还是我姐姐? 沈夜笑着摸摸我的脑袋, 你喝醉了, 快回去休息吧。 在我转身的时候, 她忽然又说了一个字, 你。 我知道温舒染快回来了, 但沈夜依旧时不时过来看我, 有一次她在打电话说什么文件, 以及和温家的合作什么的。 打完电话后我问她, 这个文件很重要吗? 沈夜看着我, 温和道, 对呀, 说不定有了她, 我就能选择自己想要的人生了。 她在暗示着什么? 姐姐回来了, 我趁机和她说, 想去家里的公司看看。 温舒染到底心疼我这个妹妹, 带我去了她工作的地方。 我在她的办公室里待着, 中途温舒染被叫去开会了。 她忙得跟个不停旋转的陀螺似的, 好像干劲十足, 但也很累。 温舒染出差回来之后, 甚至都不会来和我睡觉了, 她经常加班。 那天在公司, 我知道温舒染在竞争一个项目, 她想拍一块地作为新的开发园区。 也是那一天, 我从她办公室拿了一份文件给沈夜。 我说, 你要的是不是这个? 她的眼神很复杂, 似乎有错愕, 也有感动, 甚至还有那么一丝情意。 沈夜说, 月月, 你等我, 我会和你姐姐解除婚约, 然后娶你, 之后我就没再见过沈夜了。 她很忙, 大概一周后, 我正和好不容易闲下来的姐姐涮火锅, 一个电话打了过来。 我接了, 那边传来咬牙切齿的声音, 温思月, 是不是你们两姐妹和起伙来给我下套? 我笑了, 沈夜, 以牙还牙而已。 沈夜这个人, 演技是好的。 她将我这样一个吃了不少, 苦又刚刚踏入豪门, 缺乏安全感的小姑娘, 当作是攻略对象。 我和周围一圈的豪门千金对比起来, 差远了, 但她好像忽略了一点, 我是没文化, 没学历, 但不是没脑子。 我和顾怀准三人周旋了一年, 就算不怎么接触所谓的上流社会, 也知道怎么去看一个人。 当初从简家跑出来, 一路上我碰到过太多的人了, 他们眼中的善意或者恶意, 我是能看出来的。 沈夜一开始, 便想将温家作为她的跳板。 如果温书然只是一个父母双亡的孤女, 只想找一个以后可以倚靠的男人, 那么她就不会选择沈夜这么一个私生子做未婚夫。 她是要自己管理温家的产业的。 只是沈夜这个合作对象, 人心不足舌吞向, 温书然选她的时候, 就已经说好了条件, 只是她不甘心一直以沈家私生子的身份生活, 她想要光明正大的与沈家的人平起平坐。 等温书然全面接管温室之后, 她与其结婚, 就会成为她的附属品。 起码某种程度来说, 温书然清醒得可怕, 沈夜的美男计在她那里根本没有用。 于是她将我当成了第二个跳板。 但其实她做得没那么高明, 例如我已经离开简家好几年, 简大成他们是从哪里得到我的消息的? 还有宴会那天晚上, 是谁给他们行了这个方便, 让他们进入这片高档别墅区的? 还有之后趁着温书然不在屡次向我示好, 不动声色地让我觉得, 她与我姐姐的婚约有多深不由己, 在故意让我听到那通对话。 真的笑死我, 和我姐一个家财万贯的白富美有婚约在身, 还委屈她了。 沈夜不知道, 我将那份文件递给她的时候, 心里在想什么? 我在想, 她再不接文件, 我这个恋爱脑就要演不下去了。 文件是真的, 但我那天在温书然的办公室还看到了另外一份文件。 她原本想拍的那快递, 有小道消息称这快递可能有问题。 温书然刚回国不久, 她也迫切需要成绩证明自己的实力。 这次若是灾了, 那些股东都不是什么好说话的人。 我再傻, 也不可能把主意打到自己的姐姐身上, 要不是沈夜的目的性太强, 我甚至不想和一个有可能成为自己姐夫的男人私下过多接触。 我怕温书然对她有感情, 结果那天, 她听了我的话, 之后笑了。 姐姐说, 成年人的世界, 只筛选, 不给多余的机会。 沈夜拿着那份文件去沈家邀功, 她拍下了那快递, 而后消息出来之后, 一切白搭。 商战, 有时候也是信息战。 她既然对自己的魅力这么自信, 我也不好说什么。 瞎滑烫熟了, 快吃。 我姐捞了瞎滑给我。 她说, 下次被搞什么将计就计, 外面的坏人太多了, 你好好读书才是正道。 我, 哦, 我姐说, 以后记得警惕外面的坏男人, 只有她才是真正爱我的。 我怀疑温书然在KFC我, 但我没有证据。 我姐很快就和沈家解除了婚约。 沈家那位真正掌权的大孙子 给我俩送了一份大礼。 大概意思是, 虽然我们没有帮她的意思, 但这一番对沈业吓得套, 确实让沈家那些股东看清楚了谁是蠢货, 谁才是真正值得追随的人。 沈业被那位掌权人流放到别的分公司去了。 我姐说, 沈大呀, 她可不是什么好人, 但是个聪明人, 她老婆倒是挺好看的。 温书然说, 娱乐圈某一线小花是沈家掌席。 我大为震惊, 甚至想问问能不能跟人家要个签名。 大美女谁不爱? 至于简家一家子, 陈英被判了十年, 简大成作为从犯被判了七年。 简正旭从前偷鸡摸狗的事没少干, 警察那边查一查, 还真查出点东西, 他也被送进去采一年半载的缝纫机。 我从前遭受的那些苦难, 到金石金客才真正落下尘埃。 然后我就被扔去高考了。 不知不觉这都快一年过去了。 快高考那几天, 温总白天上班, 晚上还得吩咐厨师给我炖点东西补补。 高考那两天, 他把我送进考场。 等我终于考完, 最后一颗从考场出来, 温书冉松了一口气, 我当年高考都没这么紧张过。 我笑了。 高考后没多久, 我俩第一次一起过了生日, 一起合照发了朋友圈。 温书冉给我介绍了他的好朋友们, 他们带着双份礼物上门, 无疑不惊奇地看着我。 因为我刚高考完, 他们的祝福里面, 还多了一句金榜提名。 然后就开始揉揉搓搓我的脸, 甚至还很惊奇。 书冉, 你妹妹真的好可爱诶, 明明长得这么像。 我已经会自动翻译这句话了, 说我眼神中带着清澈的愚蠢呢。 六月下旬查成绩的时候, 温书冉特定去上香了再查, 嘴里念叨着不知道什么, 紧张得好像查成绩的人是他一样。 后来温书冉说, 以前他高考完查成绩时, 父母也是这副紧张兮兮的模样。 从前他不懂, 现在当了家长后果然不同。 我看着依旧将自己当成家长的双胞胎姐姐, 已经放弃挣扎。 成绩出来, 我这一年的学习没有白费, 成绩够上一个不错的985或者211。 温书冉在大学录取通知出来之后, 给我摆了升学宴, 请来了温家的一些书拜或者生意上的伙伴。 他像个炫耀家里孩子出席的家长一样, 谦虚又不太谦虚。 我的大学就在隔壁市, 作为班上年纪最大的学生, 辅导员甚至很关心 我是不是曾经生过重病, 以至于没有高考。 大三那年, 我抽空周末回家, 看到我姐带了个男人回家。 我一看那男人的脸, 眼皮子一跳。 姐姐, 她比咱俩小吧? 温总喊了一声, 也是大三。 还是男大学生, 只能说我姐是会挑男人的。 我考研究生那年, 我姐结婚了, 就是那个和我同届, 还小我俩三岁的男大学生秦允, 一毕业就结婚了。 她家里是做互联网的, 独生子, 放着家财万贯不管搬进了我家, 气得她爹差点想抓她去挖野菜。 大过年的, 小我三岁的姐夫笑咪咪拿着两个像板砖那样厚的红包对我说, 一个是压岁钱, 一个是改口费, 小月, 你要哪个? 这就喊上小月了。 她是丝毫不把自己当外人。 小孩子才做选择, 成年人全都要。 秦允逐渐迷失在我的一生生姐夫中, 红包给完了, 拿过手机, 继续给我发红包。 我姐在旁边笑得想死, 然后也给了我一个大红包。 他俩真的, 我哭发财。 言二那年, 我姐生了一对龙凤胎, 曾经大骂儿子恋爱恼的亲家公抱着她的孙子孙女喊心肝宝贝。 我荣生小姨, 俩孩子一个姓秦, 一个姓温。 毕竟我们两家都有皇位要继承, 合理的。 等孩子会认人时, 我和温舒染站一起, 看着他俩左右看来看去, 试图分清谁才是妈妈。 多数时候, 孩子会爬向我姐, 但我姐不在的时候, 我比他们亲爸受欢迎。 姐夫看着自己的亲生儿女, 露出了痛心疾首的神情。 你们两个小家伙, 谁给你们喂奶洗澡, 换纸尿片的? 又在哪里能听懂这话? 妈妈香香, 小姨也香香。 爸爸算了。 也是这一年, 我姐说我应该有自己的职业规划, 要么进自家公司, 要么给我一笔钱, 我去创业看看。 之前, 他就将公司股份赚了我一部分, 每年的分红都足够我当个挥金如土的年轻富婆。 于是27岁这年, 我自己成立了一个公司, 也成了温总。 后来公司发展了一年, 在我姐夫这个免费顾问的帮助下逐渐上了正轨, 我忙着毕业论文的同时还得谈业务。 我就是在这时候接触了顾怀里, 顾家的当家人。 巧的是, 她是顾怀准的亲哥。 她见我第一眼就认出了我是谁, 温舒染的妹妹。 我扯了一下嘴角, 顾总, 久仰大名。 她也倾笑一声, 温总, 久仰大名。 顾怀里身上带着那种沉稳的气息, 长相上更是无可挑剔。 我们还是合作了, 她看上我们这个小公司的潜力。 而我当然明白, 她是众多合作对象里面的最优秀。 后来我为了赶论文在公司加班加点的时候, 顾怀里说有合作细节要与我敲定。 她这么着急, 甚至等不到明天。 我因为赶论文而昏了的脑子, 丝毫不记得她是我的甲方, 从众多文献资料中分出一缕意识, 让她自己来公司找我。 但是顾怀里来了之后, 看到我电脑屏幕上的论文出稿以及遍地的文献, 叹了一口气。 于是那天晚上, 顾总在我的小公司给我辅导毕业论文到深夜。 我受益肥浅, 对顾总这个人有了全新的认识。 她笑了笑, 因为你刚好和我是同一个专业, 就连读研都是同一个学校, 同一个导师, 算起来我是你师兄。 导师这时候恰好发来消息, 说我昨晚半夜发过去的勉强能看。 我斟酌了一下语句, 问她老人家认不认识顾怀里。 她老人家说, 她呀, 当初是我最出色的学生来着, 后面问她要不要跟我赌博, 她跑回去继承家产了, 你别学她。 想起来就气人。 我, 老师, 我也有一个公司呢。 后来, 有一次又是深夜, 我应酬回来下雨了, 没带伞, 车库还有断距离。 刚好顾怀里在, 但她也没伞。 我本来想等雨停。 但她问我想不想体验一把青春。 我还没反应过来, 她将自己的西装外套脱了下来, 罩在我脑袋上, 随后搂着我跑进了云木。 外面的雨点见到我的小腿上, 耳边雨声似乎还夹杂着点别的声音, 分不清是谁的心跳声。 上了顾怀里的车, 我从她的西装外套内冒出头来, 看到她身上湿了不少, 白色的衬衣隐约透出胸肌的轮廓。 我不争气地咽了一下口水。 蝶咪? 顾怀里凑过来, 紧紧盯着我的脸。 温总, 刚才喜欢吗? 我怀疑她在勾引我, 不过很快就有证据了。 顾怀里送我到家楼下, 问我, 温总有没有兴趣谈个恋爱? 我盯着她的眼睛, 又咽了一口口水, 暂时, 事业为重。 她笑了, 行, 我可以先不见光, 这理解能力是怎么当上老板的。 后来我俩约会被顾怀准碰见了, 她震惊极了。 先看我, 又看向她哥。 你们俩, 顾怀里眸色淡淡, 顾怀准, 叫嫂子。 当晚, 某副二代在酒吧宿醉, 最后凌晨被她割黑着脸提回家。 而我在家睡得很香, 直到快天亮, 一双手俯上我的腰。 月月, 有空和我回家见家长吗? 我脑袋还没清醒, 恩了一声。 她轻笑, 亲上我的眉心, 和我一起睡了个回笼觉。 全文完, 我发现我是恶毒女配, 还是替身纹理的白月光。 在我离开的两年里, 白燕染凭借着跟我相像的样貌, 火速出圈, 并且将我的前男友也一并收了。 我在归来时, 已经成了过气女明星。 节目组请我参加练宗位的就是让白燕染 跟江金岸的CP做垫脚石, 让他们刷爆国民度, 从而官宣。 哪知道他们大秀恩爱, 没人买单。 我跟顶流死对头的针锋相对, 反倒成了国民CP。 我付出的第一档节目, 接了一部恋宗, 是看在前男友江金岸的份上接的。 我们两年前分手, 归来我想挽回他。 但在上节目前一天, 我磕到了头, 老娘觉醒了。 发现我所在的世界是一本叫 《江影帝的替身娇妻》。 我堂堂白月光, 竟然只是配角, 还是恶毒女配。 江金岸在我不在的两年里早就变心了, 在这个节目上, 我将是两人的催化剂。 我的靠近, 让白燕染心伤, 从而开始躲着江金岸。 他会认清早就不爱我了, 爱上他两年前找来的替身白燕染。 从而我会黑化, 在节目组里作妖, 并且被剪辑出去, 被全民唾弃。 江金岸跟白燕染两人, 反倒因为我的几次陷害, 显得格外情真, 大家都为他们的爱情感动。 直呼禁言CP是真的, 他们官宣在一起。 微博热搜上我的词条全是, 警号黎之许滚出娱乐圈警号, 警号过气女明星的肮脏事件警号, 警号黎之许演技之烂警号, 就连我两年前的一些事情, 被颠倒黑白地放在了网上。 我拍完戏后, 眼睛干涩滴了眼药水, 被放出来说是我哭戏哭不出来, 要用眼药水。 我去找导演编剧, 讨论剧情的照片流出, 成了我为了角色, 甘愿背钱。 各种我压根不认识的人, 来说是我的朋友, 说着我从前是多么不堪, 说我私生活混乱, 霸凌同学, 我的这场付出综艺, 就是让我彻底跌落神坛的一场戏。 而江金案就在一旁冷眼旁观地看着我死。 我被毁了, 最后我抑郁症复发, 从三十层楼跳了下去, 结束了我悲催的一生。 我摸了摸我的头, 我靠, 这狗男人谁爱要谁要, 我是不要了。 恋宗已经签约, 高额的赔偿金, 不是现在我一个过气女明星能承受, 我决定了这恋宗我走个过场就好。 我当即发了恋宗的剧照发朋友圈, 配文一切为了工作, 要忍。 我刚发完朋友圈不久, 节目组告诉我会有一个神秘嘉宾加入。 第二天, 我一看来的人, 我去, 这不是我打小就不对付的男人, 顾玉行, 他是最近的心尽顶流。 风头正盛, 按理来说不应该参加这种恋宗, 比较容易掉粉。 而且原剧情里, 他应该没有参加这场恋宗的呀, 这个时间他好像出国去拍电影了。 等回来的时候我都嘎了, 我跟他的恩怨算起来都有一麻袋了。 我离谱的就是, 他在我不在娱乐圈这两年, 凭借着一部电视剧男主大受欢迎, 就爬到了顶流的位置。 之前我在圈里里因为长相过于妖艳, 总让我演女二。 我又一根筋不让人捧, 两年前退出的时候, 我正因为一个角色出圈, 才到了一线的位置, 就退圈了。 他让我毫无颜面, 我一定要避免跟他接触, 让他没有机会嘲讽我。 顾玉行一出现, 几个女嘉宾的目光都落到他身上, 包括女主白燕染。 粉丝也涌进来超多, 节目人气一下子飙升, 谈平疯狂在刷老公。 顾玉行好像在看白燕染呢, 燕染都害羞了, 好好磕, 早就听说他们认识, 不然顾玉行之前一直是拒绝参加任何综艺, 怎么会来, 高举我预言CP大旗。 江金案不自觉地走到了白燕染的身前, 阻隔开了他们的视线。 白燕染站在我的前方, 我的视线自然也被挡了, 想到我悲催的日子, 我暗自狠狠瞪了一眼江金案的后背。 江金案好像吃醋了, 在阻挡顾玉行的视线看白燕染。 啊, 不行我要磕进言CP。 怎么好像那个谁不待见顾玉行? 黎之许好像不待见顾玉行, 他刚才退两步的动作, 认真的吗? 他好像眼神里都透着是嫌弃吗? 怎么会有人嫌弃顾玉行啊? 他看江金案的眼神更嫌弃了, 甚至有点厌恶。 顶流跟影帝都入不了他的眼, 他是不是燕南啊? 燕南参加什么恋宗? 真恶心, 难怪过气了。 我转头去跟离我另外一个方向最近的歌手陈参微笑打招呼。 陈参曾经也是宏极一时, 在顶峰的时候公布了恋情。 最后却好像被辜负了, 这两年人气已经大不如前了, 跟我也算是有点同定相连了。 顾玉行朝我这个方向走了过来, 停在了我的面前, 跟我打招呼。 黎之许回来了。 我嗡了一声, 就没接话了。 他对陈参笑得挺温和的, 不像燕南啊。 我草, 错觉吧, 为什么我感觉顾玉行对黎之许说话好温柔, 他以前说话就没这么温柔过。 过气女人退退退, 别污染我家哥哥, 我家哥哥只是对前辈的一种礼貌而已。 那你看他对其他人礼貌吗? 你礼貌吗? 导演让女生玩游戏, 赢的人可以先选择男嘉宾组队。 比赛是水卷腹做得多。 呵, 臭男人不值得我努力。 我做了两个直接摆烂, 躺停在了瑜伽殿上, 我不卷了。 黎之许怎么不动了? 他摆烂得有点明显, 可是为什么不让男嘉宾比? 选女嘉宾, 我觉得他摆烂好酷。 怎么会没有人为顾玉行努力呢? 放着我来啊。 装, 什么摆烂, 就是自身业务能力不行。 我家女儿冉冉就很能卷, 还说什么像黎之许, 我家女儿就是自己, 不一样的烟火。 白燕冉就是靠着像黎之许出道, 现在红了, 就想不认啊。 结果显而易见, 我第四名, 最后一名, 白燕冉第一。 她第一选择走向了顾玉行, 然而目光看了一眼江金案, 欲擒故纵, 是给她玩得明明白白了。 我看江金案, 看着那边的眼神, 阴郁得很啊。 别说, 修罗场还挺好看的, 但是顾玉行看我做什么? 呜呜, 果然预言, CP是真的。 影帝醋了, 眼神好凶狠, 禁言CP才是。 顾玉行好像不是很高兴, 她眼神在看黎之许, 还带着几分委屈, 不知道是不是江金案的 阴郁气场太强了, 她被留到了最后, 跟我一组。 真他妈晦气啊。 分完组队, 就要跟队友站在一起。 顾玉行又看了一眼, 我冷冰冰的。 为什么我感觉顾玉行的气场 不是很高兴? 她好像很冷地看着 黎之许的方向。 错觉, 一定是错觉, 顾玉行天生就是一种 很轻的气场而已, 绝对不是因为 黎之许跟别人组队。 你刚才不是说 她对前辈很有礼貌? 闭嘴啊, 我打死都不科鲤于CP, 我家顶流哥哥独美。 别嘴硬了, 你连CP名都取好了。 分完组就让大家 先去用午餐。 到了地方, 桌子上就两个位置, 摆得还很浪漫。 很多玫瑰花瓣, 桌上有很多法式大餐。 节目组导演告知, 用餐的只能是其中一组, 得获得第一名。 其他的人则吃馒头跟清水。 游戏规则, 男女生混合双打羽毛球, 三球定胜负。 等换好了衣服出来的时候, 我看着顾玉行, 仿佛回到了我们独高三难会。 她是长得真帅, 又帅又匹, 有骨子桀骜不驯的进。 当时我不服气 跟她对打羽毛球, 为一个女生出气, 说她扎了人家, 骗了钱把人拉黑了。 我要是赢了, 她要跪着给女生道歉, 没想到最后是个乌龙, 是别人网恋, 盗用了她的图片。 我们的孽缘也是那时候结下来的。 我跟江金案是跟白燕燃, 顾玉行那组对打, 另外两组对打。 哨声一响, 比赛开始。 为什么我感觉顾玉行杀气那么重? 那球真的猛。 哇哦, 没想到黎之许的羽毛球 也打这么好, 两个人好帅, 江金案跟白燕燃, 感觉都差不上手。 两人有种莫名气场, 为了一顿吃得这么拼的吗? 黎之许一点都不像刚才那样摆烂了, 果然男人怎么比得了大餐? 我要粉姐姐, 羽毛球打得好撒呀。 一比一了, 我的天, 白热化了。 刘汉的顾玉行好帅, 节目组是懂效果的, 那衣服腹肌都要印出来了, 嘶哈嘶哈。 画面静点, 特写, 猴杰, 汗珠, 还有声音也传得好好听。 你这样我一个变态都觉得变态。 顾玉行质押得过去这么多年了, 球技还是这么顶。 可惜的是, 我还是失手了, 让顾玉行赢了最后一球。 呜呜, 只能啃馒头了, 我的大餐。 我期待的热血比赛一下就没了, 顾玉行虚了, 怎么跟刚才一点不一样。 我怎么隐隐觉得他是不想让黎之许赢, 让他跟别人吃浪漫大餐, 自己也不想跟别人吃, 就赢了黎之许之后, 就故意输了, 我想磕了。 打死我也不磕鲤鱼CP, 黎之许不配。 等最后PK的时候, 顾玉行很快就输了, 他呀针对我。 我狠狠地瞪了一眼顾玉行, 他坐在地上, 身子后仰, 手撑在地上, 对我歪头挑眉, 微微仰起了唇角。 我立刻瞥开了眼, 真骚包, 我好像要真香了, 这么多年就没见哥哥这么笑过。 他是在撒娇吗? 歪头杀? 啊, 太杀我了。 我愤恨地啃完馒头, 节目组让嘉宾下午去约会。 地点选择有海边, 轰趴馆可自由选择。 我看了这两个地方, 果断轰趴馆。 海边我才不去, 江金岸当年就是在海边跟我告白, 说会永远爱我, 以前想着是甜蜜, 现在想到就有了。 我离开不过一个月不到, 他就找了白燕燃这个替身。 因为我不在, 他长得有几分同我相似, 向投资方推荐全部拿来捧他。 白燕燃跟着也选了轰趴馆, 选的时候想看又不敢看地偷瞄了一眼江金岸。 禁言CP是真的, 白燕燃就是想跟着江金岸。 不觉得他很表吗? 要是对江金岸有意思, 那一开始选顾玉行做什么? 就是啊, 老是吃锅望盆。 酸的呢, 影帝跟顶流, 就是为我加燕燃争风吃醋。 给你脸大的, 顾玉行就没对白燕燃表现出有意思。 你懂什么? 这是爱的深沉。 真他喵够沉, 我真的是用显微镜都看不出来。 节目组安排了一辆家常车, 让我们四个坐一辆车去, 而另外两组选择去了海边。 江金岸坐在我的左手边, 而顾玉行隔着过道坐在了我的右手边。 顾玉行的目光就老是隔着过道看着我。 看到没有, 这才是爱, 有离之许的地方就看不到顾玉行的正脸, 他半点都没有李白燕燃的意思。 宅宅, 咋能不能指点钱啊? 别这么看人家。 我不信, 我家哥哥看狗都深情而已。 维粉, 别挣扎了, 来科鲤鱼CP, 池塘欢乐多。 我被顾玉行的眼神看得有点心头发慌, 心率感觉不是很正常。 你盯着我, 看做什么? 我脸上有东西, 他温和地应了句, 没, 太久没见了, 就想多看看你。 你是不是被人夺赦了? 顾玉行你以前对我说话不这样。 他以前说话很毒的, 我老被呛声, 事事跟我作对, 我去羽毛球社, 他也去, 去了还就把我社长的位置给抢了。 我参加什么比赛, 他也紧随其后, 还老是他第一, 我第二。 当年, 我都被称为万年老二, 学校里谁人不知, 我们俩就是对头。 直到大二那年, 他突然宣布休学了, 再也没见。 我以为我会高兴, 心里头却有种怅然若失的感觉, 阴遇了不短的时间。 大抵是敌对久了, 惺惺相惜, 顾玉行轻叹了一口气, 以前年级小, 不懂事, 不会说话, 不知道你能不能不跟我计较呢? 女人, 你是不是对浪漫过敏? 你就宠她吧。 这腻死人的语气, 太久没见。 以前? 嗯, 莫非以前跟顾玉行认识的就是黎之许, 压根不是白燕染, 之前那个照片有点马赛克像素, 好像是更像黎之许。 黎之许, 你们很熟, 江金案音策策的声音在我耳边响了起来, 这么久了对我一句话都不说, 别忘了我们才是一组的, 没人规定组队就一定要说话。 你别忘了我们曾经, 江金案欲言又止了, 当年他没有对外公布我们的关系, 我们一直是地下恋情, 他经纪人说怕我老是掩恶毒女二, 公开恋情会连带着影响他的路人员, 而且会对他的事业发展有影响。 我们大三就在一起了, 到他被人挖掘成为影帝, 整整五年都没有公开过。 我带着机窍望着他, 我们有什么关系吗? 知徐姐, 你之前跟金案哥合作过的呀, 你应该不会忘了。 白燕染替江金案解围, 他倒是记得清楚, 我只跟江金案合作过一次, 后来他叫我别再跟他合作了, 会被捕风捉影, 我轻撇了他一眼。 你倒是关注得很, 那次我记得, 我就是小小地客串了一下小宫女, 暗恋男儿, 毒害了他的王妃, 被刺死。 台词是奴婢, 自打剑, 你的第一眼, 我就爱上了你, 对王爷的心致死不悔, 那个女人根本配不上您, 说完我壮主自尽。 就一场的戏份, 没跟江影帝打过照面, 可不敢高攀关系, 还真是承蒙影帝还记得。 还有, 我比你还小几个月, 别叫我姐。 白燕染被我说得面色一白, 抿着唇不开口了, 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 矫情, 我不过就是阐述事实, 就受不了, 当年我在圈里混的时候, 不知道被多少前辈为难, 都咬牙扛下来。 江金案健壮, 脸一沉, 你别太过分。 呵, 果然心疼起替身来了。 多亏我提前觉醒, 不然我现在得多心痛。 我在国外治疗的这两年, 是靠着能再见到他, 支撑着我的意志力。 原来到头来, 我就是个笑话。 顾玉行眼眸微眯, 对上了江金案, 我觉得知许就是阐述事实, 不过分。 没想到, 还是我的死对头懂我, 以后他就是我最铁的兄弟。 他偷偷从黎知许改成知许了, 磕到了。 黎知许耍什么大牌, 影帝跟他说话, 都是给脸了。 霸道护妻, 顾玉行恋爱脑石垂了。 黎知许说话的时候, 他一脸宠溺带笑地看着他, 好像在说老婆说什么都对。 他比人小, 还叫什么姐姐呀, 还有说那话, 跟暗讽黎知许不上心以前的剧组一样。 绿茶, 人黎知许这么多年了, 什么剧情台词都还记得清楚。 这车里就他一个过气的, 凭什么对我加冉冉, 可能就是因为他前辈的身份, 对他的敬称而已, 拽什么拽。 别废了, 要不是黎知许当年退圈, 好多本来要找黎知许演女衣的角色, 都分给你家主子, 白嫣染还不知道在哪爬呢? 拽姐, 我爱了。 有了刚才的那场车里的那场针锋对决, 到了轰爬馆, 我们都没怎么玩, 就又回别墅了。 等其他两组都回来的时候, 节目组公布了明天的任务, 每组情侣抽取一个短片拍摄, 拍出来, 然后让观众投票 谁是让人心动值最高的CP组合。 今晚大家第一次见面 就不安排在同一个房间了, 明晚男女嘉宾 都将被安排进同一间房了。 听到这里, 顾玉行脸色欲结, 皱眉开口。 导演, 嘉宾第一天就绑定了吗? 我们节目组初期是这么设定, 我觉得我们也应该有一次选择的权利。 听到要同房, 这个男人他急了, 他急了。 啊, 男人, 你干脆直接说你想跟离枝许一组, 你那赤果果掠夺的目光, 就没从他身上下来过。 我家哥哥说的也很有道理, 凭什么就只有女嘉宾能选, 男嘉宾也应该有选择的机会。 顾玉行的话一开口, 其他的两个女嘉宾立刻附和了。 他们应当是想要有机会跟顾玉行一组, 毕竟顾玉行跟江金案两个才是节目组的大咖, 镜头肯定多数在他们两个身上。 我也同意, 要我跟江金案住一起, 还是杀了我吧。 陈深跟另外一个男嘉宾也没有意见。 导演组件这么多人都提出要重新组队的要求, 就同意了, 但是组队方法他们商榷一下。 为了宫廷起见, 这次让大家抽色卡决定, 抽到同一号色的将成为一组。 经过重新抽签, 原来两组竟然未变。 我跟顾玉行抽到了蓝色, 江金案跟白燕染抽到了红色。 白燕, 十年前我离开这个地方, 两年前我回国归来, 就是为了找回它。 我是若珍宝的东西, 凭什么被他人践踏? 可是它销声匿迹了, 那我就想看看它曾经的光景。 站在最高处等它回来, 让它回来一眼就能看到我。 所以, 别再胡说八道了, 我好不容易追到的老婆, 要是不跟我在一起了。 你赔给我呀。 并且, 他抓了一批黑我的典型粉丝, 进行了律师函警告。 我看着他的回复, 明明心里甜如蜜, 嘴上说他真肉麻。 他的消息也立刻爆了, 不停地有粉丝留言, 说磕到真的了, 甚至私信我。 不要因为被渣男伤过一次就不敞开心扉, 他们家哥哥很好。 两年后, 我成功地拿到了三金影后。 在颁奖礼上, 顾玉行作为颁奖嘉宾 给我递奖杯的时候, 朝我单膝跪下。 黎之许小姐, 不知道借着今天这个荣幸的日子, 我能不能沾沾你的光, 让你嫁给我。 好, 我们结婚吧。